嘿嘿 今天潮连长又出马了 钓帘子了 钓帘子了 今天没有钓过连庸啊 对 也一直在找一个好钓连庸的地方 对 找不到 好多这边老是被承包啊 然后说连庸是那个清洁水质的 不让钓的 对对对 今天我们找了个小水库啊 之前来过钓过鲤鱼 再不再连庸辜负你这潮连长名号了 哈哈 今年又过去了 很快啊 一下子就过了半年了 抓紧时机 好 帮线 今天呢 用了一只5米4的 5米4的钢子 5米4的薄芽绝 线组呢 线组用的是一个主线是2.5号 紫线呢是2.0 2.0 钩子呢是一个2号的新冠冬 主线的长度 这样吧 那个草连长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钓连庸的话 我们先不估计它太大啊 3到5斤左右的连庸 这个线组啊 或者说配件搭配怎么怎么去配 我觉得连庸吧 首先第一个我们在 钓连庸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是半水做钓 对吧 半水做钓的时候呢 再加上连庸的口吃口啊 信号还是比较大的 嗯 所以浮标呢得配一个大一点 大一点 一般在4号到5号的 4颗到5颗的浮标 啊 杆子呢 一般在 5米4 6米3 7米2 你连的动也可以 哈哈 要70B了 对 我一般一般用的多的呢 都是5米4 6米3 用的比较多 嗯 呃 相对来说要硬一点 二八偏一九 因为钓连庸的话 你 得保证每一杆 打到同一个点 嗯 杆子软了 尤其是起风的时候啊 因为它这个线最重了 下面还得挂一个大料组 对啊 所以你硬一点 啊 才比较好抛肝 嗯 呃 线组搭配呢 一般情况下的话 在10斤以内的连庸 是3号的主线就差不多了 3号就够了 对 3号就够了 嗯 如果说你觉得怕容易切线呢 可以稍微的放大一点 3.5 嗯 紫线呢 一般是二号起 二号起 二号起 对啊 呃 因为连庸它 刚刚说了 就是吃口大 所以这个时候呢 线小了 大了 都影响不大的 嗯 所以我们得大一点 啊 还有一个我看到这勾距特别大哈 嗯 勾距我这个大概是在 8公分左右 嗯 8公分左右 嗯 紫线呢 是用了一个70公分对折 啊 特别长 紫线也特别长 对 它这个下去的时候呢 是牵缀先下去 然后这个 耳料的慢慢的大下去 嗯 这个就是也是有利于这个连庸啊 等待接口 嗯 还有两点呢 就是这个钩子的大小 连庸呢 嘴巴比较大 一般我们都配大钩 嗯 啊 我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二到四号的新关东 呃 用新关东啊 对 二到二到四号的新关东 一试你合不合适 一试你也可以的 你可以 也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我比较习惯 因为就是紫线长 很容易挂的操网啊 其他东西 嗯 很容易摘 所以我还比较喜欢这种五刀刺的 嗯 啊 构矩的话 我们一般是在十公分 八到十公分 这个样子 嗯 也可以放到十二到十五 啊 就是呃 你 离的越高呢 这个勾距越高啊 嗯 它的信号相对来说呢 会挂鱼的概率啊 就比较多 挂鱼 对 挂鱼的概率比较多 因为他 也有钓友问啊 就是他说 我连庸经常会挂到鱼 钓连庸的时候 这挂鱼是不是也 其实也是很正常的 连庸的话 钓连庸一般百分之六七十度 就挂起来了 啊 而且呢 一起干 很容易切线的 各种情况 因为它挂的 不是正口 一挂鱼马上就跑了 啊 所以这个时候挂的 就是比较多的 但是也可以通过 辨别服务药的信号 来判断它是否是路口的信号 还是挂的信号 啊 到时候耳料是戳上钩是吧 对 耳料一般我习惯的 是戳上钩 嗯 就是它两个勾距越短 相对来说它 正口的概率会越高一点 嗯 它越长了 就下面这一段子线 就是连庸 它所施行的这个范围又大了 啊 所以它来碰这个线的概率 也就高了 嗯 今天开的是一份什么味道呢 嗯 还是以一个稍微的偏一点腥 偏心一点 偏心一点 嗯 嗯 连用耳料呢 一般就是说 大头鱼啊 嗯 嗯 喜欢吃的腥一点 稍微偏心 对 然后白莲呢 喜欢吃这个稍微酸一点 啊 稍微酸一点 然后最主要这里小鱼舵 我得通过这些小鱼 把这些窝子做起来 啊 小鱼是帮我扩散 啊 扩散这个窝子啊 所以我添加了腥味稍微偏心一点点 嗯 耳料呢 其实就是一个黑莲是50% 而这个白莲呢 是一个30% 嗯 因为我加了20%的一窝蜂 一窝蜂它是一个奶箱的 嗯 觉得应该掉莲用是挺好用 嗯 再加上它里面的含有一定的拉丝粉 可以使你在搓 搓勾的时候 复勾性好一点 对 复勾性会更好 也更好搓一点 啊 如果太过于松散的话 呃 耳料很容易在中上层 嗯 所以我得加一点点 适当的添加 添加一点 就是我们在开耳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 耳料如果太松散 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点拉丝粉 嗯 刚好去上钩 啊 关于联用开耳的话 我们是拍过不少视频的啊 对 现在刚刚刚有一个比较 比较那个系统的这么一个讲解 对 大家可以添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惠外老草 好 所看一下这个视频 嗯 好 今天这个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进入了啊 嗯 我还是提一下 大家开耳的时候可以边开 然后 然后 开到一半的时候可以测试一下 对 测试一下 你这比重还是偏轻啊 比较轻 嗯 浮着 对 浮力滑的 对 但是雾化就比较好 嗯 干一点 嗯 等下再调整 我们先这样伸置一下 嗯 雾化的窝子先打起来 呃 钓连用的话 其实调标是非常简单的 它就是一个半水调标 嗯 首先我们在调的时候呢 调的稍微高一点 八亩十亩都可以 嗯 啊 然后再 呃 搭上耳料 你就单勾双勾 随便你自己来 我习惯就是单勾 单勾搭个耳料下去 到当你要的掉木就行 嗯 你要掉两木就两木 你要掉四木就四木 嗯 嗯 适当的去修剪一下铅皮 嗯 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这个耳料 比那个八木十木还重 直接把它拉成了怎么办 直接拉成了的话 那你就还得继续再修剪一点铅皮了 哪怕是上来一点都没关系 嗯 有时候 浮标用的比较小啊 标也比较细的情况下 嗯 耳料重 那我们就调到再高一点 调到飘身上了都快 调到飘身上都没关系 嗯 这样说的话 为了保持每次的掉木差不多 那你捏耳的大小都得差不多 对 这个调连用的话 就是考验你这个抛杆 还有这个上耳基本通了 大家大小重量都得合适 我们前面打抛杆抛勤一点 勤快一点 对 然后我只捏上面 嗯 就是让它在松上才开始五花 先把鱼游一下 先把鱼游一下 你现在钓的差不多一米水深啊 嗯 一米左右 嗯 哦 来了来了 哈哈 哇 哇,好酷啊,听这声音,抖动 你放手啊,啊,我说我不放手就一直顶着,啊,就顶了,要么抱干,要么抱线啊,哈哈 哈哈,这个的看起来不小啊,嗯,还没出水,哦,嗯,不小啊,你刚才是怎么判断出它进窝了? 这个都五六斤了 五六斤啊 看得出来啊 嗯哼哼 这个包头 哦 花脸 花脸啊 正口 应该说一分钟一顶就上来了啊 差不多只顶了一分钟就记不上可以了 哇 这个头是真大 它都外号叫大头 外号叫大头 这个说不定还真有五斤哎 有有有有 有哦 这头的 我的脚才这么点 这头的 嗯 南瓜下金光闪闪的 这个以后是有刀刺的 嗯 这个都是没刀刺的 嗯 这条真有五斤 下钩一个针口 下钩针口 嗯 这些看 看一下啊 这才开始打了 四五十分钟有了啊 呜 朝铃掌 吼吼吼 这个够大 这个够大 好漂亮 这个嘴巴很大 嗯 横过来看 啊 这个肯定有五斤 头太大了 好哎 再接再厉 再来 哦 再来 再来 老师好 嗯 你这个措耳只是捏上半部分 对 只能捏这个上面这部分 嗯 其实措耳呢 措耳的话就是掉脸用措耳手法 嗯 一定是要根据这个水深 你要钓的水深 根据水深来 对 这个这个鱼的泳层 嗯 就说 咱们在钓一两米水深的时候 嗯 本身这个额料下去的污化 它可能就是从上到下 嗯 啊 都是你整个泳层都有的 嗯 那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是在上面污化 嗯 快一点 那么底下呢 也最多也就是一米左右的水 它鱼很容易就上来了 对对对 但是如果说你掉四五米的水 嗯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你就得控制了 你就不能只顾着把上面捏一下 然后一下水就炸开了 然后整个这个这个泳层 可能一就在水平上了 哎 一米左右 但是鱼它不上来 嗯 鱼不上来的时候呢 咱们就得来 你要下去一点呢 就是咱们把下面也得捏一下 啊 如果水浅的话 你只捏这个耳团的上半部分 对 把它把上面这样 用上面捏紧 对 如果说水深的话 嗯 下面也这样捏一下 对 如果在 如果说咱们碰到更深的水的时候 两三米的水的时候 嗯 咱们就是或者说 耳朵误化太快的情况下 嗯 这样斤斤的就把它握紧 啊 啊 就是捏一下可以 对 这样的话就是说 这个它圈过中上层的时候 它的误化会很少 减慢一点 对 等到到固定的水深的时候 它就开始慢慢的去误化 嗯 这个就是咱们在钓的时候 一定是要根据这个水深水浅 啊 它说的紧跟紧跟那个松哈 对对对 跟水 根据水深来 啊 对 你不是说 只是说一个方法去搓 嗯 你如果钓的水很深的情况下 你只是稍微一捏一下 然后在中上层就误化了 根本到不了底 嗯 啊 到不了底 好 我们先让老超介绍一下 那个吊连庸的抛肝 嗯 因为它这个它是比较大的 哈 对 抛肝的话 一般我们在吊连庸啊 啊 不能去靠这个杆烧去弹 嗯 啊 靠杆烧弹出去呢 因为 便宜的耳裂比较松散 嗯 它容易就掉了散了 嗯 咱们得荡出去 荡 这水面荡出去 啊 啊 也不能太高是吧 荡太高 不能荡得太高 像今天这个风的话 现在应该是有三级的风 嗯 然后荡得太高的话 很容易就打歪了 被风打歪了 啊 所以咱们得贴着水面荡出去 这样就是靠杆烧去牵着它 嗯 因为我们在抛的时候啊 嗯 哎呦 来 哎呀 脱钩了 这个还是挂的 挂到的 嗯 它的口 信号给出的都是一个 快速的上行 上行下去 嗯 这种就是鱼在碰险 啊 你碰到这个浮标啊 就是一个很明显 速度很快的一个 阵口 嗯 这种情况下 大部分就是掉的阵口边 嗯 因为它的 如果上上下下 说明鱼在旁边是吧 对 鱼在在你这个耳料底下 在窝子里面 嗯 蹭这个线 这个速度 它就有些斜着 有些上上来下去 这种情况 嗯 就是相对来说 都是挂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 呃 抛干的时候啊 这个 你抛的太高的情况下 这个耳料一下水 趴一下 嗯 你如果耳料比较松散的情况下 一接触到水 这个水面一砸的话 冲击了 啊 它就很容易就在上面 就炸开了 嗯 炸开了 所以咱们抛的时候尽量贴着水面 靠干肩去控制它的落点 嗯 牵着它 对 可惜脱钩一根 对 开进屋了 对 有雨进屋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潮大的 潮大的 脱干两干 顶不住了 是吧 要换多了 因为莲庸它在半水的爆发力特别强 所以说我用的勾子稍微小一点 它的痛感会稍微好一点 所以 痛是不那么痛了 但是我比较痛 心痛 脱干两干 我现在得放大 现在是一个溪流12号 再倒刺 只能再倒刺 但是现在身边没有三四号的大的新关东 那就没办法 也就是超鱼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像这样这个莲庸啊 它不是过来就是吞的哈 它是靠吸的 如果钩子大了 重了的话 对它那个钩子入嘴也是有障碍的哈 不动了 好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